高壓勢力穩定的情況底下 今天在華蓮宜蘭高溫度飆迫36度 請大家注意做好防曬不要中暑 左外線圖上面 其實整個華東地區天氣都是非常的晴朗穩定 甚至主要會降雨的地區 還是屬於中以部以南的山區部分 容易出現午後熱對流發的午後震雨天氣形態 明天在華蓮跟台東這邊 其實外線都是達到危險級的 所以東半部地區要盛防高溫的現象 做好防曬不要中暑 明天天氣跟今天差不多 午後山區還是要慎防震雨的天氣形態 而下週開始東南風持續吹拂 水淫封面的恆春半島還有東臺灣 水氣依舊會多一些些 明天的天氣帶您看看 明天北臺灣跟今天差不多陽光露臉 天氣穩定高溫波35度 至於在中臺灣山區活動 則是要留意午後熱對流 南臺灣的高頻 同樣在山區也是容易出現 午後震雨的天氣 東半部走外線很毒辣 要慎防高溫現象 至於在外島地區天氣晴 提醒大家明天天氣跟今天差不多 高壓勢力穩定做好防曬不要中暑